大約在這個8點15分的時候 那本匣發生一位民訓女駕駛致狀 停在路旁的三部自小科車 然後後來因為他表示頭暈無法實施酒測 所以在他的兒子的陪同之下坐上救護車 到這個中國醫藥學院副射醫院 來做抽血檢測 那因為他本身並不是屬於 這個警示訴訟法的現行犯 而且是屬於致狀的交通事故 那又加上防疫期間 那所以這個醫院的人員跟我們說 這個不能在診間裡面這個陪同 所以請我們在三小時之後 再回去拿抽血檢驗單 那等我們在11點回去拿抽血檢驗單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這個醫院的護理師表示 那由於他表示要上廁所 由他的兒子推著輪椅去上廁所之後 就沒有再回來了 那我們即刻為了要釐清案情 就全力查訪 然後併到他的住宿 但是沒有人回應 那也掉夜了周邊的相關的錄影監視器 那現在正全力持續查訪中 然後請他這個 要找到他來到分局 做後續案情的說明 十足 對 感谢观看